一星期一本书 不去打扰 不连续你有不连续你的理由 对方说的借口再多 其实本质只有这一条 那就是不当回事 不连续你是想推出你的世界 有些人不连续你 你连续他 也对你爱搭不理 其实他在你的世界待够了 这个世上总有这种人 遇见了对你很新奇 待在一块的时间长了 了解得过于透彻了 也就卷了 于是你从重要的人 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不要让别人把你看太透 看太透就没有新鲜感了 就是疏离的开始 有一些人不再连续你 想要退出你的世界 那就在心里和他挥一挥手 说句告别 没有必要挽留 缘分的尽头 就是各自安好 不联系 不要再追问为什么 不要追问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为什么不在乎 因为即便你问了 给你的答案无爱乎是两种 一种是敷衍 一种是假话 甭管是哪一种 都不是他的真心 他的真心 其实已经转变成了行动 那就是和你保持距离 渐行渐远 远离那个不联系你的人 因为心里没你 所以眼里没你 所以即便微信看到你的消息 也能若无其事地划过去 你的动态他不再关注 你的好坏也与他无关 既然他已经选择了各本东西 那么对彼此最好的选择 就是不去打扰 这是对他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不联系也不要傻傻地惦记 不联系也不要惦记 因为惦记一个人 真的会越惦记越汉心啊 尤其是这个人 根本不拿你当回事 你一再惦记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委屈 人这一生 我们会遇见很多人 有些人一成不变 对你一如既往 有些人因为看到了别的风景 把你抛住脑后 心变了不要强求 人离开不要挽留 感情没了就算了 不要总去纠缠对方 因为纠缠得到的一定是厌倦 不会是好感 这个世界有相聚就有离散 我们能习惯他人的陪伴 也要学会习惯他人的渐行渐远 做最好的自己 当你越来越优秀 自会有人为你前来 把你认识 和你结交 永远都要记得 你的好 要给对的人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了 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 也祝各位每晚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